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次我們談過的比較靜態 我們現在談比較靜態 Competitive Statics 我們原來這個消費者的問題是 他是要maximize 他的utility 他要追求他滿意度最高 找X Y 一代一代的東西 所以每一代的東西都有 有一個數量的X 另外一個數量的Y 然後他有一個限制 就是他的所得是m 然後他還買X跟Y 從這個問題 我們在上一章談過的靜態的分析 Static Analysis 我們找到了他的 我們找到他的均衡條件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for equilibrium 靜態的分析在談 均衡是什麼 長什麼樣子 均衡的條件是什麼 所以他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for equilibrium 是mrS xy 等於px3 py 是我們希望在他的預算的範圍裡頭 他的budget constraint裡頭 把他的indifference curve 盡量往外推 推得越遠越好 所以推到最遠的地方 剛好是indifference curve 剛好touch 那個budget line 所以條件就是他 touch的意思就是 他在那個均衡點的地方 他indifference curve的斜率 就等於預算線的斜率 當然他還要符合這個預算線的日式 對不對 有這兩個以後 我們解出來 我們得到消費者均衡值 叫x star跟y star 他是分別是 看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要解x跟y 但是這幾個東西是他不能決定的 這是given的 px py市場來決定告訴他 現在價格是多少 還有他所得也是被定死的 所得多少錢固定 所以這個會是fx py以及m 這個也是一樣 y也是一樣 那我們知道 因為這三樣東西會影響x 這三樣東西會影響y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章 在做比較精態的 看他們怎麼影響x 或是x star y star 怎麼樣被這個價格 跟所得來影響 那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了 所得 change 在上一節裡面的4.1節 我們談了 income change 那我們也介紹了幾個重要的概念 例如說 什麼叫ICC income consumption curve 什麼叫angle curve 還有那個所得的影響 這個所得的影響 這個consumption 這個數量 那它的方向怎麼樣 所以我們定義了一些 所謂的normal goods inferior goods等等 今天我們要開始要談 另外一個 兩個價格改變 這兩個價格改變 我們隨便抓一個 因為任何一個價格改變 對x的影響 或對y的影響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針對一個就好了 我們說 我就直接寫說 price change好了 例如說ps改變 這個是similar for change in py py改變的分析方式也是一樣 我們接下來來看 當我們px改變的話 怎麼樣影響這個均衡 你均衡會往哪邊跑 因為比較近 它就是在比較不同的均衡 我們看價格改變的話 會怎麼樣影響 會怎麼樣影響到均衡點 就按照四字一節 上一節所談的 inconchange的邏輯很像 我們看 我們先把均衡 原來均衡先畫出來 因為只有px改變 所以py跟m都沒有變 所以這個點沒有動 這個點沒有動 會動的是這個點 所以我們這裡是m除以px 因為價格要變 px價格會變 所以我就先寫px1是原來的 原來均衡 這個叫e1 原來的量 均衡量是x1 均衡的購買量是x1 以及y1 現在價格變了 假設價格下跌 價格下跌的話 它的分模 分模變小 所以這個值就變大了 例如說倒到這邊來 m除以px2 這條預算線就會向外移 但是這個點不會動 我們找到另外一個均衡點 這個e2 或者反過來 當我們價格上升的時候 我們知道再找到另外一個均衡點 叫做e3 所以我們把所有可能的價格 都畫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發現 一大堆的均衡點 均衡點的方向 例如說價格 這個價格下跌的時候 它均衡點從這裡到這裡 那購買量 從x1變成x2 y1變成y2 我們就可以討論了 所得那個價格變便宜以後 這個x的購買的數量 會不會增加或減少 另外一個 跟它配合的y的商品 它的購買量會增加還減少 那假如說我們把所有的均衡點連在一起 跟在我們所得改變的時候是一樣 我們把所有的均衡點連在一起 或者叫locus locus of all equilibrium 所有的均衡點的軌跡 我們要連在一起 這條線 比照前面的ICC 我們給它的名稱叫做 Price Consumption Curve 叫做價格消費曲線 價格消費曲線 這條線通常會從這邊開始 我現在畫紙畫一部分 為什麼從這邊開始 我們可以想像 當PX價格是非常非常貴的時候 你可能完全不買X商品 你只買Y商品 所以這均衡在這裡 所以價格很貴很貴 非常非常抖 斜力抖到垂直的時候 PX價格是無窮大 我現在你可能完全不買X 所以一開始的點很可能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畫下 但是我們只畫了其中一部分 這叫Price Consumption Curve 有沒有問題 小哥還記得 我們在Income Consumption Curve的時候 我們畫了一個大的圖 然後接下來畫了一個重疊 上下重疊的兩個小圖 來討論說 這個變化從E1到E2 他整理一下 為什麼從E1到E2 是因為價格改變了 然後均衡點變 均衡點變相對應的購買量也跟著變 我想整理一下 這個價格的改變跟均衡的X購買量 以及均衡Y購買量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畫了一個整理的圖 一個在下頭一個在左側方的圖 我們一樣的比照那個方式 我們來畫一下那個 整理一下 這個比較靜態分析的結果 這個E1的點有點偏掉了 這條線上面 PCC上面都是均衡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 locus of all equilibrium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PX 根據不同的PX 我們有不同的均衡 這個均衡的軌跡 注意到它畫在XY平面上面 它的軌跡我們叫做Price consumption curve 或簡稱叫做PCC 好 我們把剛才那個圖整理一下 但是我們弄一些線比較好看 我們畫三個 這邊開始畫M PX1 稍微改一下的順序 這個M 這樣子好了 我們還是引用前面的好了 這個叫 對不起 這邊是2 這邊是3 這邊是3 然後3這個對應的是 這一個是2沒錯 這1沒錯 3的我沒有標 這邊小心一點 這邊改一下3 所以這個是3 這是PX1 這個是M PX2 所以這個是E1 這是E2 這是E3 OK 然後我們看X 這對下來是X1 X1 當價格是PX1的時候 均衡的購買量是X1 以及Y1 等一下我們Y1再來畫 我們先畫X1 當市場價格是PX2的時候 均衡的購買量是X2 這個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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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價格是PX3比較貴的時候 它買的量比較少 是PX3 這裡是X3 所以我要整理一下 這個是對應這一個點 這個價格在中間 我們就畫這個 相對應的 大概在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是X 這個是PX1 所以這個軸是PX 我整理一下這個價格跟購買量之間的關係 當價格是PX1的時候 消費者買的量是X1 對下來 就對應到這邊PX1的時候 好 現在價格下跌 從PX1到PX2 所以這個Budget Line向右邊Rotate 變成它可以買比較多的X 所以把這邊來 均衡的購買量變成X2 所以價格比較低的時候 他買的是X2 價格比較低 這個比例算一下 大概在這個地方 PX2 他買的量在這個X2的地方 然後價格比較高的時候 比PX1比較高 PX3是大於PX1 他買的量在X3的地方 比較高 再往上 PX3 所以我們有一個 兩個 三個點 我們把這些所有的可能的價格 全部把它描碎 對我們現在只畫了三條代表性的 所有的畫出來以後 你除了這個Price consumption curve以外 除了這條PCC以外 這邊也可以畫出一條 相對應的整理出來的PX跟X的關係 那問同學 這條線是怎麼線 這條線是怎麼線 這條線告訴我們 價格 跟消費者購買X數量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 這個X的需求量的關係 價格跟需求量的關係 這條線叫什麼線 需求曲線 對不對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到 這是一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 我們先前介紹 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 在第三章的時候介紹了 第一章 第一章我們介紹需求曲線的時候 我們談的是一個整個市場的需求曲線 所有的消費者 注意到市場的需求曲線 我們講說 Depends on PX Depends on PY Depends on所得 還Depends on population 人的數目 這個市場裡面購買 這個商品購買的消費者的數目 所以那個談的是一個市場的需求 這是一個個別消費者的需求曲線 我寫個D 就Individual Consumers 這個叫做Demand Curve 這個叫做Demand Curve of the consumer 這個消費者 除了這條線以外 其實我們可以左邊 這邊也可以來看一看 這裡是Y 對應的這個軸 Y 然後這邊呢 我寫一個PX 這個X商品會影響到Y商品 我們知道X的需求量會Depends on PX 也會Depends on PY 相同的Y的商品的需求量 也會Depends on PY以及 PX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畫的是 Y商品怎麼樣Depends on 我們現在PX變了 我們看Y商品怎麼樣影響到 PX的價格怎麼影響到Y商品 我們把這三個東西把它Copy過來 所以這裡PX3 PX2是最便宜的 PX1是中間的 PX3最貴 我們把它整個Copy過來 PX3 Y2在這裡 Y2 對應的價格在哪裡 在這裡 然後3在這裡 對應的量在這邊 這是Y3 對應的價格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可以把這條線畫出來 這條線當然沒有名字 我們這裡是Depends on PX 這條線是PX價格怎麼樣影響 Y的需求量 可以看到這裡價格 價格越來越高 它買的量越來越少 我們可以等一下我們會整理出來 當另外商品價格越來越高的時候 買的量越來越少 這兩個商品之間一定有什麼關係 它才會造成那樣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 這個關係是什麼樣 從這個圖的分析 我們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 這樣子看起來我們畫的線 價格越便宜是買的越多 或價格越貴是買的越少 但是以這個圖的情形 我們實際上不敢保證 這個價格越便宜 它的確會買的越多 也就是說這個 我們叫law of demand 需求的法則到底 什麼叫需求法則 需求法則指的是 購買量跟價格之間 是一個相反的關係 隨著X越來越便宜 X的需求量 X購買量應該越來越多 這是law of demand 但是以這個圖來看 我不見得一定是價格越便宜 會買的越多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情況 我們看價格下跌的 當價格從px1跌到px2 我們這裡px是下跌的 從px1到px2 然後px2在這個例子 是小於px1 所以截跌相會變多 原來的購買量可能在這裡 我們切的比較靠下頭一點 這個地方 E1 在價格比較便宜的時候 它的均衡也在這裡 注意到indifference curve 不要相交 indifference curve 我們只講indifference curve 是downward sloping 像遠點突出的 然後indifference curve 跟indifference curve 之間不會相交 然後假如兩個上面就是good 這個的話 越往右邊的indifference curve 右上方的indifference curve 越好 所以indifference curve 不要畫相交 這個是1 2 那你看看它購買的量 x1在這裡 y1在這裡 x2在這裡 y2在這裡 然後它的pcc 不再是左下到右上 這個pcc 畫出來以後 既然是長這個樣子 pcc那邊畫的正斜率 這個pcc是一個負斜率的 往左邊彎上去的 那假如你把這個價格 跟這個需求量的關係 也把它整理出來 畫在下頭 這個是x1 這個是x2 然後這個的價格 x1價格是比較貴的 px1 x2的價格 x2的價格 x2的價格是恰降 變px2 一個點在這裡 一個點在這裡 1對應1 2對應2 結果看需求規定是這樣正斜率的 這是upward sloping的demand 這是upward sloping的demand 可是滴滴 它違反了law of demand 我們law的demand 希望是這個樣子的需求規限 結果我們得到需求規限 是一個upward sloping 那這個商品 有個經濟學家最早把它提出來 我們就用那個經濟學家的名字 把這個來說明這個需求規限 那個人叫做given givengood 他提出來 他那時候提出來 他說他做了一個研究 是以萬一Irish potato 愛爾蘭的馬鈴薯 當價格越便宜的時候 他反而買得更少 價格越高 價格高反而買多了 叫givengood 那假如各位還記得 我們在上一個 上一個session 上一節裡面談的所在改變 我們有介紹了獵人才 跟normal good 我們到下一章 我們會再進一步再來分析 為什麼會有積分才的情況發生 那就會牽涉到所得效果跟替代效果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談 這givengood 為什麼會產生given 一定是因為 因為那個所得效果 它是一個獵人才的所得效果 非常強的時候 它會造成givengood 不過目前我們來看 這個是可能性 就是我們不能排除 我們的demand curve一定是複寫 不能排除這個demand curve 是會正邪率的情況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說 需求許限應該當warsnoping 但是以這個圖的 我們的比較清淡分析 我不保證它一定是複寫率的 有可能是變成正邪率這個樣子 所以相對應於givengood 另外商品我們就給它稱一個normal good normal good normal good我們在前面在4.1節的時候 就是談所得改變的時候 我們也介紹了 數得越高買的越多叫normal good 那這裡我們也 相對於givengood 我們也是給它一個名稱叫做normal good 不過我這裡不寫的原因是 因為會跟前面 我們到下一站會介紹到 所以只要有時候獵人才 它的demand curve還是複寫率 那時候你說它是normal good 不是 它是inferior good 所以在這裡我不寫它是normal good 不過一般來講我們都常識上想的 正常這是不太正常的東西 正常的應該是符合law of demand 符合需求法則的 應該是複寫率的 所以我們說normal 就是應該是複寫率 但是這裡我們保留 不要稱它是normal good 我們把normal good 在4.1節的時候就已經定義好了 就是它的鎖得效果 會隨著鎖得越高買的越多的商品 叫做normal good 隨著鎖得越高買的越少的商品 叫做inferior good 那在這裡我們不要說 non-given good就是normal good 不要這樣稱 我們在下一站會 更清楚的表達出來 所以我們一樣一樣的定義 小心一點 就是說這裡一個是given good 一個是non-given good non-given good 就是符合law of demand的需求 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圖 我們已經這個圖大致看了一下 我們現在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x商品跟y商品之間的關係 以這個圖來看 這個價格 px價格越高 越高 越往這邊走 它買的是越少 那表示x跟y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現在要想像 今天假如你要吃水果 這個 你假如去選擇這兩個 一個是a的一個是b a是apple b是banana 你香蕉跟蘋果這兩個 當你目的是要吃水果 然後你發現到這個蘋果價格上升了 你怎麼樣 你想說這個太貴了 我去買相對便宜的香蕉 所以蘋果價格上升 香蕉的需求量就會減少 通常這兩種商品就是怎樣 它這兩種商品就是 特性就是兩個商品是互相競爭的 就是彼此互相為substitute 就價格 另外一個商品的價格越高 我買的越多 那就是 兩個商品之間是替代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知道x star 它是 我們剛才講的 所以均衡的時候 均衡的購買量 depends on px py 以及m 那y商品 y px py m 然後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px 增加的時候 我說x star要是增加的話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given good 就是x is a given good 它是幾分才 當px上升 x的購買量減少 這是符合consistent with law of demand 所以x is not 所以我這裡寫not a given good 我就不寫no more good 一般會覺得說 它這個就正常了 正常no more good 不對 no more good我們保留給 跟所得的關係 這兩個 那我們要看 當px上升的時候 這個y的購買量 假如增加的話 就剛才講的 蘋果價格上升 相交的購買量增加的話 表示這兩個商品 互為競爭的 所以我們說 這個貴了 就用y來代替x 所以我們說 y is a substitute of x x貴了 你用y的購買量增加來代替x 另外相反的 當你px上升 y的購買量減少了 我們說y 這看起來好像是跟它自己 這個law of demand 這個是law of demand not a given good 這是符合law of demand 好像跟自己商品的價格上升 是一樣的效果 應該這兩個商品怎麼樣 就應該是同一個一起的 我們講說 他們是屬於同一邊的 就是你兩個商品是什麼 complement 彼此協助互相幫忙的商品 y is a complement of x 我們把剛才講的整理一下 變成這樣子 那這裡 你假如去看我們的書上 我們會多一個字 叫做growth 粗的 前面會加一個小型 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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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我以後再來解釋 你現在暫時就知道 它是substitute 跟complement 當我們介紹到net 另外一個net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講 什麼叫net 什麼叫growth 那這裡的growth 因為這個要 名稱還是要正確 雖然 我們就一般用常識想的 就是說 這個便當的方向 這個Apple越貴 Apple越貴 香蕉買得越多 我知道Apple跟香蕉 彼此會比較為競爭的 所以是代替 這實際上是代替的 但是我們在經濟學上 還有分 代替是哪一種代替 一個是粗的 一個是細的 這裡你就想成是 一般我們所想的常識的 那種代替 所以你可以暫時不要加growth 等一下我們後面 會談到一個net substitute netcomplement的時候 我們再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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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代 什麼叫growth 比如說net 有沒有問題 那假如說 你要把它寫成 我們知道這一個 是demand curve 這兩個是demand curve 那實際上 你可以把demand curve 你找出一個demand curve來 那我們可以從demand curve demand function 我們來看 分別來對 所以 例如說以這個 這個來講 價格越高買的 x價格越高買的 x價格越高買的 x價格越高買的越多的話 那這個時候是given good 所以它的 這個 我們可以寫成說 partic derivative of x with respect to px 是大於0 這個 我們講 這個用描述的是px上升 你x買的越多 它意思就是這樣 因為x大是方形有px pym 當我其他兩個沒有變的時候 這個變 這個增加 x也增加 是這個意思 或是px減少 x就減少 所以用大於0 所以我這裡寫的 我現在沒有寫下降 下降的意思 反過來這邊是下降 那這個的話 就是partial x star over partial px 怎樣 小於0 那這個呢 就是partial x star 等一下 這裡是partial y star partial y star over partial px 變動方向是一樣 是大於0 最後一個 partial y star 最大這個 你也可以寫 partial x star 跟partial py 但是描述就不同了 現在我是談價格變動 怎麼會影響y 那是partial y star partial px 是小於0 我這裡這樣寫的是 要對應這個圖 對應這邊的圖 這個圖談的是 x價格改變的時候 y的購買量是變 是怎麼樣變化 那你們可以自己 另外一個商品 px增加的時候 x star 是增加還減少 px增加的時候 py增加的時候 這個x star 是減少的 你可以另外定義 x是y的代替品 x是x的代替品 互補品 所以你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來定義另外一個 當你我們談 當y價格改變的時候 鎖的比較靜態怎麼樣 可以講到這邊 各位看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談了兩個比較靜態 一個是鎖的改變 一個是價格的改變 鎖的改變我們看到了 我們有ICC 這裡有PCC 鎖的改變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Angle Curve 我們這裡有Demand Curve 那在那裡 我們還有另外一條 Angle Curve 在前面那邊 另外一條Y Y的Angle Curve 在這邊的話 就有Y的 但是不是Y的需求器 而是Y對px的影響 從那裡 從鎖的改變那邊 我們定義了什麼叫 Normal Good 什麼叫Inferior Good 在這裡我們定義了什麼叫做 Given Good 還有一個Non-Given Good 非Given Good 同時我們在這裡定義了 替代品跟互補品的東西 所以我們定義了幾個東西 各位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我們來實際上順利看看 什麼是PCC 什麼叫Demand Curve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這個到底代替還是互補 我這邊有很多例子 我們看看 好 我們這樣好 我們舉上一次那個例子看好了 上次我們曾經舉了一個例子 除了完全互補的那個以外 我們上次來舉一個例子 用延續前面那個例子好了 U of xy 等於2 根號x加y 來 我們上次有談了它的ICC是什麼樣子 也有談了它的 它的angle curve 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看 這個我們再重新 前面有一部分是一樣的 是因為我們的 第一種項目 我們可以看 首先我們在 先說 這個不是 first order condition 這個是我左邊的 這是 left hand side 左邊的 並不是一節條件 一節條件是兩個要相切 這裡我只是要算 左邊那邊到底是等於 是什麼 是值是等於什麼 所以MIS 我們知道MIS是兩個 marginal utility 相處 那這個是 這個對X的變化是 2乘以0.5 2分之1 乘以X的負的2分之1 2分之1次方減移次方 就是負的2分之1次方 Y對X變動的時候 Y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是等於0 然後接下來對Y的 Y分母是Y變動的時候 對UTT的影響怎麼樣 所以前面等於0 後面的影響是等於1 所以是等於X的 所以是根號X分之1 2乘2分之1等於1 2乘2分之1等於1 這個X的負的2分之1次方 跑到分母去的 那2分之1次方 其實它是開根號 這是MIS 左邊是這樣子 所以根據First Order Condition 我們的 根號X分之1 所以MRS是等於PX PY 這是我們上一次有已經算過了 是這個 實際上這個就是 就是ICC 實際上這個是ICC 這個就是ICC 就是從First Order Condition 第一個相切的條件 這個實際上是ICC 或者是我們把它解出來 這是X等於PY over PX的 因為它在導數 我們把它顛倒過來 然後變成平方 這個是ICC 同學講ICC不是畫在XY平面上 然後Y是Fx嗎 這裡Y怎麼不見了 Y不見的意思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垂直線 這個Y的值是可以任何一值 所以這個粒子的 ICC是這個樣子 是Y等於PY除以PX的平方 所以到PX、PY都是 在這裡就是given 那你所得改變的時候 均衡在這裡 另外一個所得 均衡在這裡 我們上次是沒有畫這個圖 上次我們用另外一個例子 來說明這個 所以ICC變成垂直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的Demand Curve是什麼 這是指一個條件而已 那我們要解除Demand Curve來 我們必須要把另外一個 First Order Condition也擺進來 所以從另外一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PX 上X 加上PY 乘上Y 等於M 這個也是一樣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第二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X是等於那一個 所以這裡得到PX 乘上X PX 加PY 乘上Y等於M 那這個消掉一個PX 這個是一個對我們整個市值來講 對消費者來講PX、PY都是given 都是別人告訴我現在目前市場價格是什麼 M也是我被Assign 我給你多少錢 你口袋裡面多少錢 這也不是他自己決定的 他自己要決定X跟Y 所以這裡要解除來是Y 我們X已經解除來是等於這個了 ICC其實要解除來 那個東西就已經是 不管你這個鎖子怎麼動 你X就是固定式等於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或者是不管 注意到這個事實上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解除來好了 這個乘以後PY乘上Y等於M 減PX分之PY平方 把這移到右邊來 那所以Y就等於M 所以PY 然後這PY又消掉一個PY 所以減掉PX分之PY 這個PY移過來就消掉一個PY 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一個是 Y是function of 這是Y star Y star是function of PX PY M 注意到這裡面沒有X 我們解除來以後Y star沒有X 只有三個我必須要被告知的東西 一個是PX 一個是PY M PX PY M 所以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Demand Curve 實際上就是一個Demand Curve 上次我們介紹的Angle Curve 那Angle Curve在哪裡 這個是Demand Curve 那Angle Curve呢 它也是Angle Curve 同學覺得奇怪 為什麼一個式子 為什麼一個式子可以代表兩個 的確 這解出來以後 看你是用 你畫在哪一個 你在哪一個空間裡面看這個 看這個式子 當你Y 是functional PY自己本身 你Y怎麼影響到 你自己的價格怎麼變 你自己價格變動的時候 你這個商品的購買量怎麼樣變 這個關係 就是Demand Curve 所以我這一個式子 我把M跟PX固定以後 我單單看Y 單單看Y Y越高 Y的價格越高 你看Y的價格提高 分母增加的 整個式子就減少 那這個是負號 這PY越高的時候 它也是減少 所以Y是depends on PY 而且是PY越高 PY越高 Y是買的越少 所以你在 你在 在 縱軸是PY 橫軸是 Y star的那種圖形上面 看這個式子 在那空間裡面看這個式子 它就是Demand Curve 假如你把它畫在一個 橫軸是M 然後縱軸是Y star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就是什麼 Angle Curve 所以我們這是同一條 Curve 同一條曲線 它是看你在哪一個 Dimension裡面看 在PY跟Y的Dimension看 是PY Y的Dimension 我們在PY跟Y star的Dimension 那個空間裡面看的話 它是Demand Curve 這個呢 這個是M跟Y star的Dimension來看 你把 在這個時候 你把PXPY當成固定的 PY當成固定的 然後只有M變的話 那 這個就是Angle Curve 或者是甚至我們把這個圖 把它畫出來 我們先畫Angle Curve 你看Angle Curve 是有個常數 負的一個P分 PX分之PY 加上PY分之M 所以這條線長什麼樣子 M在這裡 我們講了說 M Y star的Dimension 這裡是Y PY 我沒寫Y star 你可以寫Y 因為這個Y是Functional PXPYM 你把它畫在M上面 然後我知道 一個負的PX分之PY 你就寫在這邊 負的在這邊 這是PX 它是PX分之PY 這裡是負的 加個負號 然後一路是往上 正的斜率 然後這個斜度是 斜度是PY分之1 那這個就是負的PX PY分之PX PY over PX 加PY分之1乘上M 這個就是Angle Curve 所以你在M跟Y的Dimension 來看這個我們解出來的 均衡的X star Y star 它就是Angle Curve 那這個也是 這個同學會覺得 這個我怎麼 這邊沒有解 這已經解出來了 因為它只要靠一個式子 它就把X解出來 因為這解出來以後 X是Functional PXPY而已 它裡面沒有M 所以X是Independent of M 所以你可以畫X的ICC X的Angle Curve 對不起 那個ICC已經畫了 ICC就是那條垂直線了 那個沒有所謂X跟Y ICC就是一條 在XY平面上面畫了這條直線 所以我們在畫 Angle Curve of X 它是固定的 PX分之PY的平方 所以是這樣水平的 這個高度就是 PX分之PY的平方 這個是Angle Curve of X 好 Demand Curve呢 好 我們可以一樣畫 Demand Curve 好 我們插這個圖 這稍微留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有做其他的用途 Demand Curve for Y 比較簡單 在這裡 等一下 Demand Curve for X比較簡單 Demand Curve for X 你看 X 隨著X越高 它買得越少 所以是Downloads投品的 不是Given Good 隨著X越多 隨著X越多 它買得越少 是PX平方 你可以 這個是 而且是平方 所以它 是負寫率 這條線 我隨便畫了 因為Exactly 你要慢慢描出來 我知道它是負寫率 這是X等於PX over Py的平方 這個是Download Sloping 我確定的 至於說它是Convex還Concave 你可以對它再看看 它Second Derivative是什麼 我們可以講說 這個Partial X Over Partial X Star Over Partial PX 這個我們可以等於2PY PX 僅一次方 變成一次方 乘上 這PX分之1的尾分 乘上-1 乘上PX的-1次方 再僅一次方 我想知道這一個 因為前面我們也談到了 它都說到底是不是Given Good 你可以看這個式子 它的尾分 等於2倍的PY PX 2次方-1次方 對不對 然後乘上裡面的 再對裡面的尾分 裡面尾分的話 PY當然出來了 PX是-1次方 所以它一個-1 然後乘上PY 然後PX-1次方-1次方 我寫到PX的-2次方 我寫到PX的平方 再寫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 這等於-2的PX的3次方 分之PY的平方 來 這是小於0 好 它的second derivative 我留給各位去算 假如你不想算就算了 我比較care的是什麼 它是downward sloping 它是負寫率的 它不是Given Good 它是一個符合law of demand的一條線 這是X商品的需求曲線 那Y商品的需求曲線 我們看這個式子 剛剛講的 看這個式子 你畫在PY跟Y star的dimension裡面 就跟這個一樣 Y 這裡畫PY 在這個dimension裡頭 它的關係 不像在 這個地方已經是M跟Y M跟X的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dimension 是対angle curve 這個dimension curve 它畫這邊的時候 你看PY越高 這個式子越小 對不對 PY越高 這個式子越大 但是符號變成越小 -越大的就越小 所以這兩個都是讓Y的購買量減少 所以Y這條的需求曲線 它也是隨著它自己的價格 越高買得越少 也不是一個Given Good 所以也是一個負寫率的 所以你可以去微分它 但是我們這樣看就看出來 它是負寫率 至於是concave convex 那個你們再去看看 你要畫成直線 還是凹的 還是凸的 你們再自己去 再去詳細把它判斷一下 那現在還缺一個東西 我們 ICC有了 這個是ICC 同時它也是demand curve 它也是x的demand curve 我們有angle curve demand curve of y 都有了 差一個什麼 PCC 差一個PCC PCC怎麼樣 我為什麼留到最後 PCC比較麻煩一點 什麼是PCC 因為我只要還記得PCC是我們 X價格變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均衡點 畫出來那條形 而且是在X跟Y的平面上面畫 這個已經插掉 X跟Y的平面上面畫 所以PCC它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寫一下 PCC的形狀 這個插掉了 等一下還要再用 這邊用 這根號x分之1 mrx根號x分之1 這裡有一個 等一下再看那個 我們的PCC 它是 是Y 這個function 它是一個function of x 它是畫在 它是畫在 x yx的平面上 跟這圖一樣 這是Px跟x的dimension 現在我們畫的是 yx的dimension 畫在裡面 所以你這個PCC寫出來形式 很像ICC一樣 它是function of x yx yx是function of x and depends on 什麼東西 depends on 我們記得這裡面有幾個參數 有幾個px py跟m 我們知道PCC是px一直變 px一直變 什麼東西是被固定住的 在這裡面 什麼東西被固定住了 m py is given 所以pc這條線 它應該會depends on 什麼 你畫在這個 xy平面上面 它應該是 yx function of x y 它會depends on m 以及depends on py 它不會depends on px 它不會隨著px改變的 所以px不會出現在這一個pcc上頭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我們這樣討論 我們知道我們的first order condition是 因為pcc上面的每一個點 pcc是locus of equilibrium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price of x 所以px是可以自由變以外 這每一點都是均衡點 所以每一點都不需要符合first order condition 一個是mrsxy等於px屬於py 然後另外一個first order condition是這一個 然後你把這兩個式子解出來後 y跟x的關係 然後必須不能有px 你只能留下m跟py以及y跟x的關係 所以我們根據的式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原來我們剛才那個例子裡面 這是根號x分之1等於px除py 或者是x是等於py分px的平方 這是我們最後得到結果 另外一個是px乘上x 像這一個 所以根據這兩個均衡的條件 我們要找出y跟x的關係 找出y跟x的關係 然後裡面還不能有px 所以我們要把px透過這個式子 我們把px拿掉 我們從這個叫1 這個叫2 我們投機取巧一下 因為在第二式裡面 px出現在這裡 這裡沒有px 這裡沒有px 這裡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px和x 我只要把這個解決掉 我就可以解出來y跟pym跟x的關係 所以我從第一個式子 我可以得到次乘過來 px和x等於 一個px拿過來等於 對不起 要不要這樣好了 一個更直接的方法 直接從第一次 從這裡可以算出來 px是等於 或者用這個式子也可以 px是等於把py拿過來 根號x分之py 然後我不希望裡面出現 在這個y跟x的關係裡面 我不希望出現px 所以我就把px把它消掉 就透過這個式子 px把它帶到第二式裡面 我不想留著px 所以我知道px等於這一個 這裡面就沒有px了 把它帶回第二式裡面 得到py over根號x 乘上x 乘上x 加上py乘上y等於m 因為pcc上面 每一點都要符合 兩個firstal condition 然後裡面又不能有px 所以我們只要px 帶這個解掉 px就不見了 看這個式子裡面又沒有px 好 這個是得到什麼 把這個y移到 把它放在左邊 py乘上y 就等於m- 這個式子 這個根號x消掉一個 約成py乘上x 然後y就等於m- 所以py- py消掉了 根號x 好 所以這個式子 就是符合兩條firstal condition的y跟x的關係 然後它depend從m跟py 而且沒有px 因為px隨便變的 那個icc 只會depend從你的m跟py 不會depend從px 所以這裡面已經沒有px 所以這個式子就是pcc 滿足兩條firstal condition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 滿足這兩條firstal condition裡面 沒有px 只有pym 然後y跟x的關係變成這個樣子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來 這條pcc 這條pcc怎麼樣 是負邪律的 負的 我們看他畫pcc 是這樣彎然後再上來 這個pcc是負邪律 解析像什麼 m-py 這個m-py就是我們抑算線的解析像 我們畫抑算線就假設抑算線這樣子 它的pcc就從這邊開始往下掉 是負邪律一路往下掉 它還甚至會穿過那個 穿過橫軸 哪是穿過橫軸 y等於0的時候 x是等於m x等於m的平方py的平方 對 注意到這個 這樣子好了 我們把它畫過來這邊 這個有可能畫成這樣 有可能畫成這樣 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m 有可能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這樣子 過來這邊 橫過來 這是m除以p 看這兩個數字哪一個大 注意到這裡 y等於0的時候 這x就等於m除以p 所以它也就是橫軸的 橫軸的解析像是y等於0的時候解出來 是這樣 那我現在不知道這個大 還是這個大 像這個 雖然是平方 但是分母不同 這px是py的平方 所以要看你的這個值 這個值大 還是這個值大 假設這個值小的話 剛才我畫就是在這裡 這個值大的話 就畫出來是在這條線的右邊 不總之我知道它是負邪律的 是downward sloping 温同學 downward sloping有什麼特殊的意思在裡頭 pcc是downward sloping 注意到pcc是隨著 我的px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往這邊走 越來越低當x是 你看往這邊走 px減少的時候 往這邊走 x增加了 pcc是downward sloping pcc是隨著我的價格不斷地變 而且是一直往右邊變 往右邊變 往右邊變表示px是越來越便宜 價格越來越便宜 x往右邊走x越來越多 然後y越來越少 好 這個的關係當然我們知道是non-given good 這個跟這個關係各位可不可以告訴我什麼東西 大概我們寫在這個地方插掉了 它越便宜 它買得越少 x越便宜 y買得越少 所以x跟y是競爭還是互相幫忙的 或者是反過來 它越貴 y買得越多 我們剛剛講的是x越貴 y買得越多 蘋果價格越高 我用便宜的代替貴的 我香蕉買得越多 那是代替還是負負 代替的嘛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可以知道是 y is a substitute of x 好 這個例子講到這邊就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個例子有一點點最困難 我想ICC你們大概都不太有問題 我們ICC是indifference curve跟預算線相切 你只要用第一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來那個ICC來 所以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那那個接下來demand curve 或是angle curve也沒有問題 實際上就是把First Order Condition 全部把它解除到裡面不能有x 不能有 你y裡面不能有x 全部解除來是 y is a function of m px py x也是一樣 spx py 我們這個特例是這樣子 這個這樣子 它沒有m 所以它是independent m 它跟m沒有瓜葛 也就是說 我們談的normal good inferior good 它都沒有 它是independent of m 像這個y的話是normal good 隨著m的增加 它買的量越多 angle curve 你看是這樣子 angle curve是這樣子 我想這angle curve demand curve都沒有問題 最困難的是PCC 這叫PCC PCC我想圖心上面的意思 我們想很容易理解 就是你在不同的預算線上面 當價格改變的不同預算線上面 我把所有的可能均衡點群毛連在一起 得到了一個PCC 而且那個圖幾何上面沒有問題 是我們談價格改變的比較經濟分析 所得到的那條性下PCC 但是在實際上算的時候 有一些技巧 那我再重複一下 它是什麼技巧 我知道這一條PCC 會dependent on m跟py 因為這兩個被固定住了 這一點被固定住了 但是這個點沒有固定 PX沒有固定 PX變來變去隨便你隨便變了 所以這條線畫在XY平面上面 我要找出Y跟X的關係 然後它會dependent on m dependent on py 不能夠dependent on pX 因為PX隨便亂變 所以我們要透過兩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找出Y跟X的關係 然後裡面不能有PX 所以我們就透過一個式子 把PX解出來 帶到另外一個式子裡面 讓PX消失掉 就不會有 在得到的Y跟X關係裡面 就沒有PX 像我們這個例子 我現在直接把PX等於這個 帶進去以後 PX就不見 只剩下什麼 PYPX 這裡 這裡剛好也沒有PX PYPX 有沒有算錯啊 不是PY 對不起 這Y是方形成為PY以及M 這裡面不可以有PX 所以那個Price consumption code PCC 比較難去理解它 不過盡量的回去你們再想想看 為什麼就是PCC 這個是所有裡面最難去理解的 但集合上面沒有問題 集合上很容易解釋 我們這樣解出來以後 你想要這個能夠理解 解出來以後我們再來看 這解出來的東西 我們可以來解釋什麼 一個是什麼 它自己的到底是不是Given Good 另外一個 它跟另外一個商品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 講到這邊給我看有沒有問題 好 下一堂課我們再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Perfect Complement 一個是Perfect Substitute的例子 那在我們的書上都沒有 沒有這兩個例子 那這兩個例子也是很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 我們也是從頭看到尾 看整個比較近代分析都看一下 所得改變價格改變 ICC PCC Angle Curve Demand Curve 全部整套看過一次 那兩個例子會比這個例子 稍微好理解一點 尤其在PCC上面 好理解一點 但是也是蠻特殊 那你那兩個例子 假如能夠理解的話 我想PCC ICC Angle Curve Demand Curve 這些的概念應該就很清楚了 好 好 那 啦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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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